在全球汽车市场衰退和市场加速淘汰的背景下 又赶上2020疫情这只黑天鹅 加速了许多国内汽车品牌淘汰的进程 其中一直深陷破产传闻的力帆 在苦苦支撑许久后也终将流言坐实 8月27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 1至6月份力帆股份实现营业收入15.84亿元 同比下跌6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负25.95亿元 同比大幅下降173.99% 其净资产降幅也同样扩大至96.12% 仅剩1.07亿元 报告发布的第二天 一开盘 力帆股份就上演了一字跌停 而在一周前 力帆股份一发布公告 坦承公司应无法承受11.96亿元巨额债务 申请进行司法重组 并将面临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曾几何时 力帆身上有无数光环 研发出全国第一个100毫升四冲程发动机 中国第一个100毫升电启动发动机 摩托车销量全国第一 发动机品种种类全国第一 创始人以名善72岁问鼎重庆首富 后来力帆进军汽车领域 2009年推出的力帆320模仿宝马mini 巅峰时期曾有单月7000辆的销量 那么这些年 昔日的摩托车大王 民营汽车第一股 究竟是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力帆 如果要撰写一部当代中国实业家名录 那么力帆集团创始人尹明善 显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现已年过八旬的他 在目前还在活跃的企业家里 算是绝对的长者了 尹明善的成长和创业史 都颇具传奇色彩 也堪称是大气晚城代表界的优秀学员 1938年 尹明善出生于重庆福林 一个小地主家庭 地主家的儿子 还没来得及享受人生 就在土地改革中 因为出生被抄了家 12岁的尹明善 不得不和母亲一起 尽身出户 住到了荒山顶上 一间被弃用的茅草屋里 为了养活自己和母亲 辍学的尹明善开始尝试做生意 他发现 针线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物品 且体积小巧 卖货时方便携带 于是他从城里批发回针线 然后到乡下沿村叫卖 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货廊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 尹明善就小有结语 不用再为生计奔波之后 尹明善决定 重新回到学校学习 并成功考取了 重庆公立中学 上高中后 曾因为地主子女身份 遭到诸多白眼的尹明善 敏感且固执 所以他对自己要求极高 他自称高一第一学期 就解完了整个高中阶段的数学体 不仅能在报上发表文章 还自学音乐 作曲 写出了很多为同学称道的曲子 就在尹明善想通过高考 换取自己人生的光明时 1958年 再读高三的他 因被揭发有右派言论 而被踢出学校 三年后被定性为反革命 打成右派 开始了长达20年的农村改造 1979年 已经41岁的尹明善 终于等到了一句 尹明善 你还年轻 你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出狱后 因为在狱中一直坚持学习 尹明善以优异的成绩 考到了重庆电视大学 成为一名英语教师 当了三年教师后 尹明善又跳槽到 重庆出版社做了一名编辑 借着这一机会 他进入出版行业 创办了重庆长江书刊公司 这期间 他编辑发行了 中学生一脚前从书 发行量突破千万册 后来这本书 又被上海出版社 改编成了 风靡中国的五脚从书 到1989年时 尹明善已经是 全重庆最大的民营书商 但尹明善没有满足于此 反而认为 出版行业太小 注定是一个做不大的行业 于是决定关闭出版社 另谋出路 而再看现在的出版行业 能诞生出来的富豪 确实是凤毛领奖 这不得不佩服尹明善 确实有非凡的商业眼光 退出出版行业后 尹明善四处寻找商机 在解放碑 卖过百货 做过黑香烟生意 甚至还跑到当时的 四川外语学院 学了半年英语 九十年代的重庆 是全国摩托车生产基地 不仅有嘉陵建设 这样声名显赫的摩托车企 其他的小摩托车企 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重庆摩托帮的名号 更是在全国都叫得下 再一次与一家校办摩托车厂 负责人聊天的过程中 引明善发现 重庆虽然有很多摩托车厂 但核心部件发动机 供不应求 行业老大嘉陵和老二建设 都不愿意把发动机 卖给这些小厂 很多厂商 要跑到上千公里外的河南 采购摩托车发动机 运输成本高 质量还差 于是 1992年 已经54岁的移民善 不顾家人反对 怀揣着20万元资本 和招募来的9名员工 在重庆郊区 一个40平米的房子里 成立了重庆轰达车辆 配件研究所 同样是这一年 距离重庆 一千多公里外的浙江台州 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收购了一家濒临倒闭的 国有摩托车厂 也准备开始造摩托车 这个小伙子 名叫李舒福 冥冥中 他和50多岁的移民善 站在了同一个起点 而两人后来的成长路径 也颇为相似 都是从摩托车到汽车 只是谁也想不到 新衰浮沉之后 对移民善来说 最好的结局 竟然是被李舒福收购 研究所成立没多久 移民善就发现了一个商机 就是 如果从建设集团维修部 买来发动机配件 自己装配成发动机 再卖出去 成本只要1400元 但转手就能卖1998元 要知道 当年本田的发动机 要卖2万多元 加铃和建设的发动机 也要卖6000多元 相比之下 移民善这个价格 就像不要钱 为了避免建设集团 发现端倪 移民善每次都找不同的人 分批去采购零件 同时 对于关键零部件 他又马不停蹄地找工厂开发 等4个月后 建设集团发现了问题 下令 一个零件 也不准卖给移民善时 移民善的研究所 已经可以自己生产 关键零部件了 在当时 国内的摩托车发动机 普遍只有50毫升 和70毫升两种型号 其余全靠进口 移民善知道 如果想要做大做强 就必须有核心产品 于是 他咬牙拿出150万 先后研究出了全国第一个100毫升四冲程发动机 以及中国第一个100毫升电启动发动机 而正如以民善所预料的那样 自主发动机的研制成功 让这个岌岌无名的小厂瞬间走红 全国各地的订单如雪花般纷至踏来 当时 国内生产摩托车的大企业 如新大洲 潜江 青旗 港田等采用的都是轰达发动机 1997年 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更名为重庆立翻实业有限公司 并正式涉足摩托车整车制造 转眼进入新世纪 移民善和他的立翻也迎来了新的辉煌 不仅产品商标完成了向立翻的过渡 62岁的移民善也在2000年 以5.5亿元净资产 继身福布斯50位中国富豪排行榜 事业风生水起之余 他还接手甲A球队玩起足球 并在数万名球迷的雄起声中 夺得西部球队有史以来第一个冠军 大幅提升了立翻在全国的品牌影响力 到2001年时 立翻已经总计售出184万台摩托车发动机 销售收入超过38亿元 仅2001年当年的收入 就有18亿元 超过嘉陵和建设两大摩托车巨头 成为重庆摩托车行业的龙头老大 与此同时 立翻还不断发力海外市场 成为国内摩托车企业 首个出口创汇破1亿美元的企业 而做到这一切 移民善只用了9年时间 这无疑是移民善和立翻最风光的时候 然而就像重庆江面的大物 总是散了诱惧 命运的轮盘也又一次卡在了移民善的面前 2001年前后 随着全国各地禁谋政策的出台 摩托车行业迎来发展拐点 立翻摩托的业绩出现疲态 经营进线兼流急剧下降 甚至出现了负数 同时 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汽车市场开始显现巨大的消费潜力 吉利 比亚迪等民营企业纷纷入行 这让移民善大为触动 决定从摩托车跨步到轿车产业 2003年 立翻收购了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 80%的股份 后增持到95% 并将企业名称改为重庆立翻汽车有限公司 三年后 立翻第一款自主设计的立翻520正式上市 但一年只卖了1万多台 而差不多同时上市的比亚迪F3 一个月的销量就突破1万辆 首款车碰壁后 立翻选择了见效快成本低的方式 模仿 2009年 一款外型库斯Mini Cooper的立翻320上市 巅峰时期一个月卖出了7000辆 尝到甜头之后 立翻在模仿的道路上一起绝尘 相继推出模仿宝马3系的立翻620 模仿福特S Max的轩朗 模仿丰田汉兰达的立翻X80 并且还销量尚可 三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年销量4.3万辆 2010年 以名善带领立翻 成功登陆A股 成为国内首家A股上市的民营乘用车企业 上市后 立翻控股市值达到100亿元 以名善也成功问鼎 重庆首富 不过 就像烟花爆炸后的绚烂 下一秒即是消逝 立翻尽管有着看似漂亮的数据 背后却是掩不住的尴尬 即产品缺乏创新 无法彻底打开局面 甚至一度因为模仿而被外界诟病 而造车又是个极其烧钱的行业 持续不断的造车投入与销量不成正比 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实惠的利润 甚至在后期拖垮了立翻的财务 而此时 当年同一起点起跑的李舒服 已经带领吉利不断跑马圈地 收购沃尔沃 抢占戏分市场 成为了国产品牌的一匹黑马 面对此情此景 要强的引民扇自然不甘心 继而转向风口中的新能源汽车 试图扭转颓势 2015年 立翻发布了总额52亿元的 史上最大增资方案 宣布布局新能源 但步子还没卖开 隔年就被爆出 立翻新能源汽车骗补 其生产的2395辆新能源车 不符合补贴条件 涉及骗取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1.14亿元 结果就是 立翻此前的相关补贴被全部撤销 2016年的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预波资格也被一并取消 风波使得立翻新域受损 股价连续下跌 新能源车的业绩也开始一蹶不振 根据公开数据 2017年 立翻新能源车销量不到8000辆 2018年有所好转 全年有一万辆左右的水平 但到了2019年 立翻新能源业绩暴跌 全年只卖出3091辆 同比下滑69.49% 新能源车之外 立翻赖以生存的摩托车 销量亦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2017年销量为110.47万辆 2018年是99.81万辆 2019年则是95.87万辆 在全国摩托车企的销量排名 从第三滑落到了第五 甚至仅在重庆 立翻摩托也排在了龙兴综身之后 销量不断下滑 带来的自然是财务的捉襟见证 根据立翻股份业绩报告 2019年全年 立翻实现营收74.49亿元 同比下滑3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亏损46.82亿元 同比下降1950.83% 2020年一季度 立翻实现营收5.6亿元 同比下降7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亏损1.97亿元 同比下降103.06% 同时期内 立翻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 高达86% 此外 立翻还面临着与供应商的 诸多贷款矛盾和债务诉讼 这将立翻推入更深的负债深渊 根据立翻股份6月发布的 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 补充公告 立翻涉及诉讼仲裁已达392件 涉及金额29.06亿元 392起案件中已判决仲裁案件221起 立翻全部为被告 供需赔偿对方18.36亿元 未开庭案件82起 涉及总金额5.8亿元 面对巨额负债 立翻也曾试图变卖资产求生 2018年 立翻股份将旗下重庆立翻汽车 以6.5亿元出售给理想汽车的制造公司 车合家 2019年 搬迁乘用车生产基地 获得33亿元补偿款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根本无法把立翻拉出泥潭 今年4月 以明善宣布将公司大权 交给25岁的孙女尹安妮 尹三代出任公司管理层 能否顺利实现立翻自救 扭转局面 还有待时间考验 而早在2017年就宣布退休 希望过上逍遥生活的以明善 如今看来 似乎也是不能如愿 根据最新消息 立翻已向外界招募重整投资人 协调推进公司的重整工作 也有传言称 吉利正计划向立翻注资 收购立翻成为其最大股东 虽然随后吉利方面否认了这个消息 但根据如今的情况来看 被吉利收购 或许会是立翻最好的结局 截止今日 10万个品牌故事 已经介绍了非常多的大牌 以后我们也会介绍一些新锐品牌 欢迎联系并告诉我们 你们品牌做了什么样的创新 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为这个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免费帮您制作节目 全网发布 让更多人知道你们 了解你们